各位同分杀生好 我们看昨天粮食再次形成一个缩量的态势 那么对于今天行情怎么来看 我们先回顾一下昨天晚间欧美市场的表现 道琼子指数大涨1.60% 纳萨指数大涨1.54% 同时标牌指数大涨1.49% 英国 德国 法国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均涨幅超过1% 值得一提的是昨天的中概股是以普涨格局为主大涨4.88% 对于今天行情怎么来看 昨天整体市场我们看到再次形成一个缩量 连6000万都不到的成交金额仅仅是5747亿 我们在近期重点强调在60均线处附近是一个主要的支撑 以及在这个位置我们分批进场 12月20号收平二浪调整或已结束证券板块上车良机 这里面我们重点强调证券板块是我们在前期主要跟踪的板块是可以进场的 昨天证券板块下跌0.21% 也正好在60均线处获得支撑 我们首次关注是在11月22号和酿酒板块同时关注 酿酒板块昨天是上涨1.38% 11月22号到12月15号我们在12月15号的五评重点强调 以高抛为主18个交易日回报率超过18% 同样这一轮行情我认为证券板块会是带动市场连续上行的关键 昨天晚间传出利好的消息 切实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引导社保基金等各类中长期资金加大入市力度 也就是引入活水以及深入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 这当然对于证券板块是有利的是重磅的利好的消息 所以说我们在前天主张可以再次进场证券板块 同时昨天晚间也是出现了利好的消息 部署深入抓好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落地见效 推动经济巩固回稳基础保持运行在合理区间 结合昨天晚间的欧美市场是以普涨格局为主 同时也传出重磅的利好的消息 以及在近期虽然说指数是震荡下行 但是北向资金是持续的净流入 从技术面上也是地量和地价 那么这个位置我有理由相信已经是形成低点调整结束 整体市场是一个震荡反弹为主 所以说就像我们在前期重点强调 目前我们就要关注大金融板块的动向 尤其证券板块会不会给我们带来进场的时机 至于 至于 至于